马英九总统昨天明确要求 一个月之内就要改善治安跟警纪 而今天内政部跟法务部马上就有大动作 宣布要执行为期三个月的披霉专案 要全力扫荡帮派犯罪 台中发生脚头枪击治安问题 重挫警戒形象 更给民众黑白两道同流合污的坏观点 这个时机由民进党立委再度提出 仿效香港成立廉政公署 要求立院在这个临时会 面为优先方案 而为了展现强化治安的决心 今天内政部法务部几位检警调单位的首长 难得聚集共同宣示要打击黑帮 未来将密集且不定时实行扩大零件 查起黑帮的犯罪 过去刑事警察局每六个礼拜 就会执行一次全国的扫荡 那为了加强我们的力道 我们把它改成每三个礼拜 就会执行一次 所以在未来的三个月里面 我们至少会有四波的全国扫荡的作为 从六月起 政府将执行为期三个月的霹霉专案 由检察总长黄世民统合检警调的力量 不但要深入黑帮内部扫黑除暴 更要针对黑白两道是否有挂钩的问题 进行清查 然后有涉及到黑白挂钩的不肖的公务员 层级高的话 来指定为我们最高检的特征组 来全力来侦办 政府官员大动作规划 治安扫黑的行动专案 向黑帮宣战 说要整顿治安 更要借此挽回民众信心 记者继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